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文字眼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會這個逼死 那個男朋友的女生 他們要過什麼樣的日子 我們來講一下 最簡單就是什麼 生日一定要過 這個OK啊 這個可以接受啊 還有什麼 情人節 我們今天來看看有哪些 我們從網路上面調查來的 第一個是什麼 牽手100天 你知道今天什麼日子嗎 是什麼日子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牽手 100天紀念啦 你知道這個很可怕 男生不會繼續 好不好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一次吃飯100天 不是 這是連環套你知道嗎 來 我們來過這個第一次牽手100天 所以你帶我去吃飯 對不對 好 吃了飯 然後100天之後 我們 你還記得上次牽手吃飯嗎 那是我們第一次 所以我們第一次吃飯100天 這 哇 這樣連環下去 這很多事情 不敢跟你一起做 你知道嗎 很多記憶日都要過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怎麼 第一次互相凝視超過10秒100天 不管是你女朋友還是你朋友 兩個互相凝視超過10秒 10秒聽起來很短喔 很長喔 10 9 8 這個要記得幹嘛啦 這誰記得住 一起笑 100天是怎樣 整起笑了 有啊 神經病這個 還有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抱抱100天 這個 好啦 硬要說的話 這比剛剛那個 好一點沒那麼過分 第一次抱抱 你要說值得紀念 也是值得紀念 有沒有我不敢反駁 對啊 是值得紀念 但是要記得100天 說我就是幹嘛 好 算了 但是比第一次臨時超過10秒 跟第一次這個什麼 第一次吃飯這個還好很多 好不好 我們看還有什麼 好漂亮 100天 我跟你講 這樣的女生 我不知道網友你遇到的女朋友是怎樣 這樣的女生真的 不要交往 真的太累了 真的太累了 好不好 欸 你眼睛好漂亮喔 哇 你要記住我100天 你今天眉毛不錯 你要記住我100天 100天之後 他都要跟你過 這個很可怕的 好 我們看什麼 第一次一起看日出100天 兩個人都想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還蠻浪漫的 這個還可以 我覺得這個過關了 再下一個是 冷不冷100天 不要把它變成折磨他的一個 一個東西 還要 你第一次問我冷不冷 現在100天呢 這很可怕 但是我有過過 我有遇過 聽我表弟講 講出來 聽我某個朋友講 他的女朋友是怎樣呢 他生日過了之後呢 過了一個月 他突然跟我表弟說 不是啊 他跟我朋友說 對不起 等一下 我們把表弟刪掉 他突然 這個跟我朋友說 你記得今天什麼日子嗎 然後我朋友就說 剛過完生日 是什麼日子 就是上個月過完生日 對啊 那今天呢 他今天是什麼 人家滿月啦 聽賣什麼東西 滿月 滿月有人在過紀念日的喔 你滿月 這是怎樣啊 要過周歲 我要放一些什麼東西在那邊 讓你抓周 你有毛病啊 滿月他都要過神經病 好 體貼一下 讓男朋友跟你呢 好好和樂相處 讓他覺得 只要看到你就是開心的 只要到你身邊呢 他就是愉快的 這樣你們才可以相處 長長久久 月月滿滿 好不好 記得按讚 訂閱小鈴鐺 下次見 拜拜